其實我之前會如果在餐廳沒這個葉子 那餐廳的樹木又不能去拔 我就會拿那個面紙 以前的面紙有粉紅色有沒有 然後我就會叫他們走 那我就跟他講說那你摺好了 摺這一個就好了 其他就到外頭去找那些植物來做 那這樣子如果把它綁好了 我們把它擦著 這個是無毒的 他們會去拿去做粽子 包粽子或是當那個櫃的秤有沒有 所以這種東西無毒的 我們其實放在餐桌上也都沒關係 那下面這下擺什麼 下擺其實我又不能改 沒有辦法纏耶 那美金可以嗎 通常我都會拿那個 拿那個什麼 月桃的那個月竅部分 把它撕一撕 或是山中的嫩芽的地方 嫩葉的地方 那個是當繩索在用的 這個啦 這也可以吧 這用植物 這也可以 就是我們把它纏著 就可以固定 纏著 那如果我們有機會 在一起 一起來這樣子走向大自然 到秋天我可以教大家做 做鳥類啦 做牙刷啦 做這類很大自然的東西 很大自然的東西 沒有 這是我們小時候的童彎 我小時候沒有 不怕人玩啊 你小時候是多小 國小的時候 其實國小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那一些外來的東西 那只好做這樣的 這個都是 都是 哥哥姐姐 交出來的 一袋傳一袋的 謝謝 哦 這樣就是那個兇花了啊 插在花瓶裡面 它可以放一個禮拜以上 花瓶裡面的話 可是你這個太小了 我告訴你 一定家裡會有雞精的罐子對不對 對啊 小瓶啊 小花醬啊 雞精的罐子 你頭腦很棒 用麻繩有沒有 把它擺掉下來 然後你 蠻有味道的 對哈 蠻有味道 用麻繩哦 對 不要用塑膠繩 也不要用塑膠 這樣很自然的那些 要用自然的東西 去綁住它 不要有味道 綁好了 就裝一點水 然後就把它擦在上面 那你也可以把其他 或是家裡有什麼小花 小草把它放上去 那其實我 7月22本來是想說 我裡面是要放茶糖 可是葉子這個太小 沒辦法包住那個茶糖 就像那個情人節 人家在送巧克力那樣 後來我想說作罷 那個糖果吃太多也不好 也不好 就 就像這樣子 哦 那像這個 我是換八仙果 哈哈哈 八仙果一個人吃一個 像這個 來 教大家 我們的瓶子吃完了是